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今天要来上板 然后你可以看它没有根 根系被拆下来 这个其实是在我朋友的圆子拔过来的 那算是一个侧芽 它也不算是高芽 高芽是长在整个芽的顶端的地方 那这个是整个把它拔下来 因为那边种的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我就说那我就拿回来种吧 这个是金钗石乎兰 原种的石乎兰之一 那因为种的没有这么好 所以它开了一点点的花 那基本上呢 这个如果要种的话呢 因为它已经 它这个根 你看它根系算是还OK 但是因为它之前的材质整个坏掉了 所以造成它整个长得越来越差 那通常我这里的状况做法就是 回来以后会把这个根稍微修剪一下 这个根其实你要剪是可以剪的 那我通常会剪一些些 不要让它那么的杂乱 那剪完以后呢 把它放干 基本上如果你要动刀的话 就是你要剪的话 就是要放干 那放干主要的意思 让它那个伤口愈合 那伤口愈合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上板了 那记得你那个水草 你要包覆的时候 你要上板或者是你要盆子都可以 你要包覆的时候 不要包覆到这个金的地方 因为这个金的地方 如果你包覆上去的话 比较容易烂掉 通常我们会包覆在这个金的下面的地方 你看这一颗 其实它 因为之前的材质整个坏掉 之前是种那个水草的 那水草你太久不整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整个会烂掉 它烂掉以后 它的成长状况就会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所以这个是材质上面很大的一个问题点 那这种春食忽兰呢 基本上到现在就准备要来新芽了 所以它只要来新芽的时候 它还会同时会来根 所以其实你把它修剪掉一些的根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当然你如果不修剪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直接包上去 这样也是可以的 就是看你怎么处理它 那你看它现在完全就是 有点缺水缺水的状态 那很明显就是因为 它的那个根的吸收能力 或是之前材质坏掉的时候 那个吸收能力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所以呢基本上 你现在就是要做的动作 就是先把它修一些 如果它有死根坏根的话 死根坏根怎么看呢 你看有些是空心的 假设是空心的 就是死根 如果不是空心的 其实这个目前看起来 这个根都是还好的 没有到非常的糟糕 那有些如果有病根的话 如果你在换盆的时候呢 也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病根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假设它是黑色空心的 大部分就是有问题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 从朋友那边拿过来的 之前你看它其实应该是盆子的 不过盆子的状况非常的不好 就是它放在那边放蛮久了 那主要还是材质坏掉 因为材质才是最麻烦的东西 上板的话你就不太需要 担心那个材质比较有问题 最多就是那个板子坏掉 但是如果你种水草或种树皮 这一类的盆子的时候呢 就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那个材质只要一坏掉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 生长状况就完全的差很多 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材质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那个种植的材质 那如果像水草大概 那水草可以用多久呢 水草大概在最多可能一年多一点点 你可能就要换掉了 一年多左右 如果你的状况比较潮湿 说不定现在半年左右 它就不行了 那如果你是出料可以到几年的时间 那上板的话 除非你板子坏掉 或者是本身板子就有问题 那可能就是本 有时候是那个板子 像我之前有买到那个板子 会放出那个奇奇怪怪的物质 它根系就长不好 那就是本身板子就有问题 那大部分的板子 大概都可以撑到好几年左右以上的时间 不用理它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它根系会攀到那个板子上面去 那主要是这样子 那这个我到时候会上板 因为我上板这边状况会比较好一些 这个就是我另外一颗的上板 你看它我做的方式很简单 这一颗呢 它本来来的时候根部就比较少了 这一颗也是金钗 不过是跟人家买高牙的金钗 就是从上面切起来 应该算侧牙买高牙忘掉了 反正它就是金钗 Nobelia Dentjopia Nobelia 那你可以看它的 它的根部来其实非常的少 那这时候呢 我用水草 用一些水草压在它的底层 那这个压在这个底层 主要是保湿作用的 接下来就等它长根 它过一阵子就会长根 因为现在是长新牙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新牙长起来 所以这个是最长根 那等它长根的时候 它就会 它就会长到整个水草里面去 所以其实 下面这个 这个是它保持湿度用的 假设你的环境非常非常潮湿 甚至可以不用水草 都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水草有个优点 保湿跟保肥 肥料也可以保持住 如果你完全没有水草的话 那个保肥性就差很多 所以其实它还是有 很大的优点 就是保持保肥 这一棵就大很多 跟刚才那一棵大很多 因为这一棵是人家的一棵 拆 不知道是拆牙 还是侧牙下来的 所以它壮硕很多 那我们刚才的那一棵呢 其实它是 种得非常不好 所以造成它 非常小棵 金拆有些个体 可以到很大很大 那有些个体小小的 你会发现它的变异性 真的差还蛮多的 并不是像 我们通常有些想 它都是小小的均一性 不是 它其实大小还差蛮多 而且它有些 可以开花开得满满的 主要还是跟 环境的问题 有很大的关系 听说它比较喜欢 高温差湿度的地方 所以中北部会开得比较好 所以南部的话 会开得零零散散的 就是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 开花的状况没有那么好 但是这种石壶栏 最近我一直搜它 一直搜它 因为它有些真的非常好看 它非常有自然美 你可以这样讲 当然很多的春时乎兰系列 也都不错看 对 所以你要种的话 如果你要上板的话 其实就是把水草 下面铺一层水草 下面铺一层水草 然后把它的压上去 那像我现在是用铝线 铝的那个铝线 把它绑住 不要让它摇 不要让它摇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你如果摇的话 它根部很容易受损 所以我通常都会把它绑石 有些人会用线 用那个棉线也可以 反正只是固定用的 把它绑石 用铁线也可以 基本上呢 就是绑石不要让它动 所以左右的时候不会动 那这时候 它等到过一阵 它就会开始放根 就根部就会下来 那这个呢 其实 等它放根以后 它根部就会慢慢的进 会攀到这个水草上面去 其实水草下面 我通常有时候会压肥料 但压肥料通常不会在上板的时候 就是刚上板的时候不会用 但是如果等到过一阵子 像是过个半年一年 它开始已经根部已经攀上去 你就可以在上面放一些磨肥进去 压在里头 所以其实是会有效果的 因为磨肥其实比较有趣 它是听说是经由根部分泌 酸液所造成它肥份的释放 比较有趣的状况 所以有时候会在 这个的底层下面压磨肥 它就会长得比较好 除了易肥之外 是顾肥也可以促进 它的那个成长的状况 那这个就是精采食物 很大一颗 很大一颗 今年给人家买的高牙 最近收蛮多的 而且还收了几颗大颗的回来 那其实我觉得 因为这一类型的 我觉得蛮好看的 因为今年开了一颗很漂亮 那还有另外一颗 今年还在复原中 之前重大受伤 对 那其他有几颗呢 都还是高 之前给人家买高牙回来的 今年中第二年 说不定明年 说不定可以开花了 那今年像这个 这个有机会 明年会开花 因为它 它的原本的植株很大 那原本植株很大的状况下呢 表示它原本的养分很够 所以这个状况下 比较容易开花 如果你的原本的植株 就小小的 所以它的那个 里头养分就没那么多 它要再长新芽 然后再经过一年的时间 说不定有时候 还没办法到那种 开花的养分的累积 好 这个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如果你最近想要 上板高牙 或是上板 你的兰花的话呢 现在可以开始准备 要动手了 春天以后 是最适合的上板的时间 所以现在算是 换盆 现在该算最忙的时候 换盆 上板都是现在 好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